明天早晨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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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歡這樣 吵演很厲害 那些人就是喜歡我們的日頭吵 開心 叫醒他們 日頭最重要的是 一日之計就是在於神 神祖神起 男人最重要是神撥 那你呢 神起我 女人也有神撥 這麼厲害 頭髮 是啊 神撥 對不起我每天都起我頭髮 我那天不知為何看了 你知道我現在做健康珍風秀 他說男人 沒有神撥的跡象 就是證明你有楊偉的跡象 真的跟你做那兩個醫生真辛苦 你正正經經地在說 你又在搞人家神撥 那兩個老人家才慘 他有沒有兩個醫生自己承認他有沒有撥 那天很少那兩個老人家 我說我不唱了 唱吧唱吧 我這些色情歌我不唱的 他們說 我們做健康怎麼想唱色情歌的 真可憐 為什麼要唱色情歌 因為我小時候 其實我講過了 我經常都說身體健康很重要 尤其是今天全球有新聞 都很關乎你們的健康 這個已經是頭版了 就是說萬一你真是這麼不幸運 患上了新冠肺炎 有的醫法 醫的方法 的後遺症 萬一你真是這麼不幸運 患了 原來有一種後遺症 我們稍後說 因為那天很好笑的 你知道我做的健康的 很喜歡 西醫有西醫的學習 中醫有中醫學習 中醫那邊 就是年紀比較長 比較資深 而西醫那邊 我們都是講這些話的 一向都是 我們嘴巴都是不修 什麼形象都沒有了 搞得不要緊 大家開心 那一次我就說 我不肯唱的 我想一想一想 隨便 都無所謂 其實我什麼都講 我媽媽以前小時候 教我一種叫阿屎歌 阿屎歌 阿屎歌 你有沒有聽過 彈王歌就有了 是 我最喜歡 好笑 有一個叫阿屎歌 阿屎歌 阿屎歌是有一隻小歌唱的 你唱的這隻小歌 就是我們那一集講便秘 我媽媽 我想教所有全天下的人 唱這支阿屎歌 唱了這支阿屎歌 就有屎阿 我媽媽就教我 她說 對不起 如果大家今天看到之後 其實是那兩個 就是醫師逼我唱 我說了不唱 但這裡我會唱 我沒有所謂 大家都認識我 就是這樣 肚臍對落 有滾東西 按一下按一下 就出野 肚臍對落 有滾東西 按一下按一下 就出野 她說在這個位 是有一個穴位 還是在說 肚臍對落 有滾東西 按那個位 肚臍對落 有滾東西 摘下摘下 就出野 肚臍對落 你從小到大的 從四歲開始 從四歲開始 四歲都會出野 蛤你急氣 其實是 以前鄉下人 教那些小孩子 蛤屎的歌 它就是肚臍對落 是一個穴位 然後你手指 按進去 按一下 按一下 就有東西出 那個東西是屎 因為有一點 硬硬的 是啊 日後 你知道 找到那個穴位 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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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便的 現在我比較難找 又有層 沒有這麼到位 然後 他們兩個醫師說 哇 我以後還需要見人 是的 我一向放口都是這樣的 對不對 沒有兩個人 立刻辭職 你從第一天開始 聽到梁蕭那三個字 你都知道 你得到 一三絲 哈哈 好啦 那麼地球上面 就是這個 新冠肺炎 全球 大家也要共同 去面對這個問題 沒有人不需要面對 就是全世界面對 但是開始有些 叫康復者 是 有些康復者 就是說 原來是這樣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 現在有些人出來說 快點打疫苗 就是康復的人說 他說 你們快點打疫苗 甚至 我見到 哇 原來這麼多錢 所以我們香港 免費都快點打了 他說 原來我看了 你知道泰國很多的KOL 他們不是泰國人 他們是住在當地的一些海外人 他說 你知不知道 沒有免費打的 他們進去私家院 打了一千塊的港幣一支 就是 你就要拿兩千塊出來 打兩支 這樣 就是這樣 我又合理的 後期就好像在爭取 究竟給不給他們免費打 因為第一 他們不是當地人 那是不是不應該得到 地方福利 這個是地方福利 沒有給稅 是的 沒有給稅 那開始有些人就爭 他說我們住在那裡有給稅的 就是我們起碼有食物稅 交稅 看電影 所有的都交到的 那就是爭取這一方面 那開始好像爭取到了 就是可以爭取到 就是當地的不是泰國人都有免費了 就是大家都還爭取 都要看公佈 每個人都不要看錢 不要再擴散 他們都很恐怖 是的 快快去去去 他們有些就跟著要排隊 這樣做的 接著開始就有些叫做康復者 就叫做新冠肺炎康復者 他們說原來他們 因為等於我們當年 我們香港人是面對過的 我還記得那些的新聞 他們說很多的醫護人員 跟著就譬如有些 當年的沙士的康復者 他們要面對一件事 他康復了的 沙士康復了的 但是他要面對的另一個問題 就是他的骨敷問題 沒錯 就是他吃了藥之後 他是醫好了這件事 但是原來有後遺症的 是的 就是你都知道什麼叫後遺症 就是他醫好了你這個 但是因為你長期吃了藥之後 你就有另一個後遺症了 就是你骨敷了 但是這次新冠肺炎 就是全球 大家也要共同面對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病毒 就是這個病毒 襲擊全世界人 接著他們說 有些康復者就說 你們快點去打針 就算你打針 就算你中了 你不需要吃那麼多藥 他說最主要是那些藥 他說因為要吃很多藥 還有要吃類固醇 他說類固醇 他們現在就面對另一個問題 大家可以上網看那一則新聞 面對那個問題 他說原來我們吃了這些藥之後 原來我們空氣裡面有一種菌 就是一直都有的 一直都有的 在我們四周圍的 如果我們不是患了新冠肺炎 我們不是吃了一些新冠肺炎的藥 那我們對這些菌是沒有什麼所謂的 其實周圍都有的 那就叫微精菌 或者叫毛 應該全名叫毛精菌 毛精菌 他說原來毛精菌 因為我們吃了 如果那些新冠肺炎患者之後 吃了這些藥之後 他會對這些 抵抗不了 你明白嗎? 原本是抵抗到的 原本是我們四周圍都有這些 這些微菌 這些微菌是周圍都有的 但是如果假設你是新冠肺炎患者 康復了之後 因為你長期吃了這些藥之後 你的抵抗力低了 所以你就對抗不了這些微精菌 這些微精菌和這些菌 原來會停留在我們的眼 四周圍 停留的 平時是沒有東西的 我們流眼淚水就會走了 因為你的身體弱了 它就會不停地生 那你就要把眼睛拿走它 要面對另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那些康復者就說 你們要好好的 等於我前陣子在家裡 按來看 其實香港有 我幾 怎麼說呢 這些 我想我們相信 香港都有一些叫做新冠肺炎康復者 一定有的 因為這件事已經兩年了 一定有一些叫做新冠肺炎的康復者 但是沒有什麼人願意把整個療程 怎樣醫治 怎樣去講給大家聽 我唯獨是看了一個訪問 那個叫做劉兆君 真情 真情劉兆君 他自己承認的 因為那段東西都寫著的 叫做郭少雲男友 前男友 是的 前男友 劉兆君 如果大家再上網的話 他還有另一個身份的 就是周秀蘭老公 前老公 他那件事很有趣的 他的分享 他是講的 我值得去聽一下 他很幸運 他很幸運 是發現得早 他是自己發現的 自己發現 是的 你知道 他那個訪問裡面 是的 不是別人找到我的 是我自己覺得一定有了 我 他說我有一點發燒 有些流鼻水 還有我又發覺呼吸有些困難 我自己打去報警 他的訪問是這樣 我自己打去報警 他很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那些病徵不是他平時會出現的 不是 以上三個病徵 其實都很容易感冒都有這三個病徵 我們鼻敏感情也有 尤其是我們鼻敏感 基本上經常都有這三個病徵 他就說 他就說 當時為何我會打電話 很多人 那些報紙都沒有寫的 他說我沒有 我自己打電話 我叫十字車的 他說我叫 我去到還跟醫護人員說 你不要哭那麼緊 你不要哭那麼緊 我新冠肺炎病患者 就是這樣 他又說得很輕鬆 這些東西 他說 如何輕鬆面對 他說他有個好朋友 叫默德羅 他們好像一起中 是的 默德羅就是有一天 一起出去喝茶 是的 就是這樣出了屎 不是 他說就是默德羅 他說默德羅 突然間一天打給他 就哭著口的說 我中了新冠肺炎 那他當時 在電話的另一旁 就很穩固 那你好了 快點醫好了 他收了線之後想 我跟他這麼 close 他說我基本上每天都見到他 其實他在那個訪問裡面 我可以被譽為是親密接觸者 是的 是的 他說 基本上我們的口水都碰到口水 當時的訪問是這麼說的 因為喝茶不太快 他都不明白默德羅 為什麼要打電話給他 跟他親密 他告訴他 我還做了招 應該很快到來 是的 你住哪間 他自己又說 因為他們有個習慣 就是早上一起去游泳 那這些游泳 就是一起游泳 那麼近 又加吃早餐 又加吃早餐 又加所有東西 還有當時他說他很幸運 發現得早 他就開始死了 我是親密接觸者 接著應該 我很大機會了 我就要留意了 他收了線之後 就要留意了 告訴自己 我今天如果有發燒 有咳 還有什麼呢 我應該都是中了 他應該在那邊看電視 鼻水有 手燒有 咳 咳 他到晚上 他到晚上 他真的 剛才剛才講的三個話 都有了 他是自己打電話的 他自己打電話 call十字車 不好意思 他還告訴對方 我應該是新冠肺炎的病患者 對方有他的防護 做人也是 自己都不希望你有了 接著他到醫院 他說這個真的要分享 他說 姑娘說 當時就說 他馬上給他ICU 接著就要14天 他說姑娘很好 他還姓什麼 他還說 他說我要多謝 他很有趣的 他說說這些 說那些 他說我要醒起來 我要多謝你 照顧我那個陳醫生 他突然這樣 他說當時醫生和姑娘很好 他說他這個病 是要14天在ICU觀察的 通常打多少針呢 他是打十針在身體裡的 十針什麼 就是 不一樣的藥 類似是類似的類似的物體 是 十針就看你什麼反應 然後每一針 還要看一下 他說兩天打針 總共14天 我記得了 兩天打針 總共14天 看看你在身體裡 出不出現抗體 這件事就是 現在大家都在考慮著 大家在討論著 這是新的Terms來的 有些人就說 他說 給不給你出境 或者對方的國家 收不收你 不是驗你有沒有打針 是驗你身體有沒有抗體 這是新的Terms來的 大家要認知的 他說為什麼呢 他是很容易的 他說你打完針之後 你會產生身體裡的一個反應 就是對這個病毒的抗體有多少 OK 我就忘記了那個號碼的 有個號碼的 就是如果這個抗體去到這一格 就是譬如五千 基本上你是不會中到 是 三千 你中到的機會有多少 二千有多少 就是用這個抗體標誌 去看看你有多安全 OK 你的身體有抗體有多少 就等於 你能夠面對這個病毒有多少 這個很合理的 當時這個劉兆軍就說 他說沒有啊 我一直打 一路就要檢查一件事 就是檢查我身體有多少抗體 突然間 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那個護士跟我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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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劉先生啊 你應該後天出得遠了 蛤 不是14天 什麼 他說你的身體突然出現了抗體 指標夠了 嗯 嗯 他說不知道打到 他還差多少針還沒打完 就是那個療程還沒完 他沒有打足的 他說他想不到他身體 突然間出現抗體 嗯 他說指標夠了 那就出現 那就走了 我離開了 接著我還約啊 麥德羅喝茶 哈哈 哈哈 他難聽難聽 這麼巧 又有抗體了 可以一起出現了 絕對問題 麥德羅不知道自己抗體夠不夠 是啊 但是他夠了 哈哈 以下下來 這個內容 就等於今次 這個就是在國際版上面看燈 他說醫好了新冠肺炎的病人 由於打入這個針之後 他很容易呈現了一個問題 就是他身體的抵抗力弱了很多 嗯 而這個叫做無精菌 一種菌類 很容易就是你會侵襲他的眼睛 嗯 有機會要把眼球拿出來的 如果被他侵襲到 OK 那可不可以有些什麼防禦的藥品 或者用品 可以讓他那個菌不要停留在眼上 OK 那原來其實這些的菌 其實在我們的四周圍都有了 其實 但是你最重要是抵抗力好 就是你的抵抗力要好 好了 第二 就是我看了劉兆軍的訪問 他又再講一件事 他現在平均一下 平均一下 一個月他會去大學裏面捐500 我對不起了 就是那個數量我忘記 他有說的 就是他會捐一個數量的血液出來的 嗯 他每個月 給大學做研究 哦 因為 是的 因為他的血液已經有了抗體了 又或者他完全不介意 就是有人中了這個病毒 他拿他的血來救他 就是他的身有抗體 是嗎 那就變成了不需要一些的重藥 嗯 是啊 那挺好的 是啊 所以他其實說 不是啊 都挺好的 但是他又多積極地面對 多像我們那個理念 多有正能量 他笑笑口的 沒事啊 我每樣都OK啊 然後呢 你的舌頭我還沒覺 我鼻子也聞到東西 他又多 樂觀樂觀 他又多樂觀的 這個 他的樣子 觀在骨骨又不像這麼樂觀 他就像悲觀 哈哈哈 他也是有正能量的樣子 是啊 是啊 他跟我很像的 都是有個能量的樣子 哈哈 他說既然這件事都發生了 那他就開心地面對 他沒想過14天這麼快 就是當中已經很快就出院了 那他的身又有抗體了 那他就每個月去定期 就是他是要做一個實驗的 他是願意的 他百分之是願意的 就是抽他的身體的血液 出來給人研究 好 OK的 這件事 老企 希望大家 今天聽完劉兆軍那個 其實我想多些 我不知道地球有多少 香港不知道有多少 新冠肺炎病患者康復的 就是叫做新冠肺炎康復者 其實他們可以多些人出來 就是分享一下 那個康復過程 是的 那個康復過程 因為其實到現在都不是很透明 就是究竟醫完之後 怎樣醫 醫了會怎樣 但是這些事情就要透過 他們一些的病患者的分歷 就是分享 但是大家不要緊 如果今天聽到之後 大家真的有興趣分享的話 約我 約我 我約你們去健康珍風秀 我不介意的 是啊 但是一定要唱剛才那首歌 和那首歌沒有關係的 我不介意 是啊 因為我很想讓大家知道 多些的資訊 因為坦白說 那個叫做新冠肺炎康復者 那個資訊是比較少 還有不夠透明 我經常都說作為一個傳媒人 就是這裡可以的 我歡迎大家可以透過這個YouTube 又或者我們的Facebook裡面 約我 我就是獨家和你 就是在這個健康珍風秀裡面 就是做兩個特輯 就是說 就是康復之後我們要怎樣面對 是 因為如果不是我們都不知道 當年SARS 原來他們的骨敷問題 原來這麼嚴重 是不是 這個是大家 我經常都說 身體是我們的 我們怎樣打理 是我們每一個人要去面對的事 就等於這次 他又說 因為那個藥太重了 也都就是 醫好了之後 會發生另一個後遺症 就是那個 那個微菌 很容易會停留在眼睛裡面 如果那個微菌生得太多的時候 就要把眼球割除 是的 我們也是剛剛認知的 因為這個病 全世界大家都要面對 好了 轉頭回來講一些 開心一點的東西 這些就是你資訊的東西 不要說那麼多了 因為資訊的東西 雖然要知道 但是資訊的東西 通常都不是太快樂的 OK 轉頭回來我們開心點 好的 歡迎大家 早上10點鐘 貼著我們大家倒數 地球上有很多個問題 這個問題 就前陣子就襲擊了澳洲 但是 接著世界各地 這個問題 都是持續的 OK 但是這個問題 想不到 其實五年前 香港是開始醞釀著 醞釀著 是甚麼呢 你知不知道越來越多 就是看到市面上面 Facebook 那些網上 越來越多這些野豬走商場 那些野豬 很大隻野豬 去搭地鐵 走商場 你上次傳在什麼什麼山那裡 一家大小走 我也覺得很誇張 我不知道原來野豬 那是賤豬 對不起 我錯了 我錯了 那個是賤豬 那是北角 那是賤豬原來這麼大隻 很大隻的 你們經常以為賤豬很小隻的 我以為是這樣的 不是 是這樣的 嚇死我 野豬更大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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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豬一定是黑色的 野豬有牙的 是啊 還有 尖角的 尖曬的 有幾個牙 黑皮薑絲那些 是啊 你知不知道 大家可以去上網看的 應該還有可以看的 我想你們打其實 很簡單 老企 以下我們逐格問你 我先開這些 這段新聞 真的很震撼石家莊 你知不知道普通的家豬 即家豬那些白白豬 那些白白豬 平時三隻白白豬 自己在那裡睡覺 吃飯 都被人劏的那些 那你知不知道 譬如假設這個農場 就是不做 這樣 你們會選擇 劏了這幫豬 還是放了這幫豬 正常 是 正常 當然是劏了 因為你養豬 你為什麼要養豬 就是為了賣豬 是啊 OK 就是賣了它 還是劏了它 都是這樣 譬如香港那個問題 你看到全新界區 都很多黃牛 那些黃牛 不是炒黃牛 那些黃牛 到處走 就是當年他們放棄了吳耕田 但是又 那隻牛呢 就怎麼樣呢 都照顧了我們整家人這麼耐力 我們又不可以帶他去住公屋 他上了樓了嘛 他上不了 他上 他沒有升降機 大佬 那唯獨就是 覺得大家一場奔主關係 不如我就解開你的鏈 你自己出去自由 自由啦 自由啦 所以很多這些的新界牛 是周圍走的 就是你看到 尤其大嶼山 是啊很多的 那你覺得這個做法 算不算人道 就是對他們來說 不懂分析這個 是啊 是不是太嚴重了 其實大嶼山 我覺得算人道的 是 空間夠 什麼 空間夠 空間夠 而且沒有那麼多車 是啊 通常是被車撞到的 是啊被車撞 但是大嶼山 他們通山走的 他們躺在馬路 就是 駕車那些在禁區裏面 駕車的人 都認識的 駕駛他們倆走開 是啊 他不走開都兜路 避過他 因為我家附近都有一群的 就是那時候 差不多晚上回到去 我怕他們很喜歡是怎樣呢 他們很喜歡一件事的 這件事呢 我又站在中間裡看這件事 因為我住在那裡 我知道有牛 OK 這是民居來的 我知道有牛 所以我一回 我的車回去之後 我自己盡量慢些 嗯 因為他們一到夏天 一到夏天 他們很喜歡 躺在馬路的石上 透涼 啊 冬暖下涼 原來 不是啊 因為他們怕熱 然後地下那些 就是呢 開始涼得快些 他們其實攤在那裡 把那些肉 好像是 透涼的 透發啦 如果你的車 不知道轉彎 是有一堆牛粉 在地下 那你的車就會撞下去的 OK 一堆的 一家大小的態度 爸媽媽兒兒兒兒女兒 是啊 一堆的 我端我知道 我們每次都會很小心 那有時候又怎樣呢 他們 你就算 停在前面 你都要給點耐性 是的 給點耐性 他們是不理的 不理的 你撥撥 它不會理你 那你停下車 你又怎樣呢 你要下車 拿一件衣服 因為我們這些已經習慣了 就要拿一件衣服 拿一件衣服 也好 什麼也好 在那樣子 撲撲撲撲 其中一個 有人叫我們起床了 有一隻起床 第二隻 要起床了嗎 然後你就撲撲 你在那裡養一件衣服 是不是紅色的衣服 不是 我剛剛想說 衝過去一會 不是 不是 不用紅色的 但是你要把衣服養的 紅色又行不行呢 紅色又衝過去一會 不是 我們不敢 是呀 鬥牛那樣子 那你在那裡養一養 它就開始聽到那些聲音 那它就開始續起了 它就聽到 你開始看到氣 你不要走過去 它有些會發脾氣的 那你就很有耐心的 啪啪啪啪 然後其中有一隻 喂 走啦 人家要過 那它有一個帶領 前面 它就走啦 那它就走咯 但是這個過程都15分鐘 衣服 麥犯這種村長 又是它呀 又是它 那你… 你問我 你可以叫做動物和人是共融的 當然啦 地球是屬於大家 是 大家的 所以呢 那我們變得住來了 我們就知道 所以我那天拍一群野豬搬屋 它是搬屋啊 搬屋啊 很大 有些賤豬搬屋 是啊 很厲害 我真的很震撼 是嗎 嚇死我 嘩 因為我對動物那些是完全不認識的 接著我就 嘩 這麼大隻 你以為是這麼小的 是嗎 是啊 但其實是這麼大的 你那些是家羊那些 那些刺蝟那些 那些叫刺蝟 不是 我看那些卡通片 那些叫刺蝟 你見到那些叫刺蝟 它現在在香港生活那些叫賤豬 是黑白色的 你看那些是啡色的 是啊 是不同的 黑白色的 很大隻的 但是一樣就是 若然有些什麼冬瓜豆 那些全部都是有賤的 所以你知道我們住的環境 那些垃圾桶 你們住在城市 你們的垃圾桶 街上那些是綠色的 不是橙色嗎 綠色 大的綠色 揭蓋那些 哦 膠那個 大垃圾桶 大的垃圾桶 街上那些是綠色的 是 但是我們那些是橙色的 大的 是很大的 因為要找人手推製的 因為現在漁農署 設計了一系列的 郊區的垃圾桶 我不知道有沒有見過 大家上網可以看到的 是新的來的 是新的來的 是防止野豬 去揭開那些綠色的垃圾桶 OK 因為野豬是會把那些綠色的垃圾桶 拉下來的 哦 那現在就防止他們下山 就出了一系列的新式的 首先 你走過去扔垃圾 我看到那個工人是怎樣的 他已經很厲害的了 用腳踩一個按鈕 拍一聲就踩開了 手要這樣 有兩個扶手的 托高 跟著這個垃圾桶才可以開的 哦 再保護多一層 有三層制的 三層機關 是啦 野豬它又不懂踩制 拉過東西 還有揭開蓋 是不是都挺高的 高的 那如果生得比較 馬丟都不行 因為要雙手 雙手的距離這麼闊 那你除非兩隻馬丟 兩隻馬丟托開 還有兩隻馬丟下方踩制 沒錯 是總共一二三 五隻馬丟才做到 首先有兩隻馬丟下方踩制 有兩隻馬丟 每一邊托開一個 另外裏面有兩個馬丟 就揭開一個綠色垃圾桶 哦 現在是 在郊外 是這種垃圾桶 是不是他們山 或者其他地方找不到東西吃 所以找垃圾桶 一定是找不到東西吃 那他們就死了 又吃不到 你放心 是呀 不會的 其實他們都不應該吃那些人類的垃圾 經常他們應該吃植物的 是啊 我吃植物的 植物的 還有因為 知不知道為什麼呢 他們現在全市安了這些 我想給大家一些資料 第一 就是對於交通來講 因為他們拖垃圾桶出來 它是拖在路中心的 是 就是它首先 拿了那個綠色垃圾桶 就打橫地倒出來 是 有一隻 有一隻就衝進去 拉那些 黑色的袋子出來 嗯 有六隻就在那裡分垃圾的袋 那些袋 他們作為分類了 沒錯 招皮 不是 處院 還有那些果皮要來曬 用來做陳皮 是啊 這樣變了 整條馬路就全部是那些黑色垃圾袋 是啊 加了那個綠色垃圾桶 還有一大堆垃圾的 OK 那對於那些 就是幫我們清潔那些哥哥姐姐 它是麻煩了的 這個是第一 第二呢 如果有車經過 那麼大的垃圾桶 你會撞下去的 是啊 因為它拖了出來買路 OK 這個是造成意外 你一避垃圾桶 你就會有機會扭 是 都會的 所以現在是在 就是郊外區 轉了這種叫做手拉式垃圾桶 已經不同了 那第三 那你知道 我就不太贊成 就是你們和野豬太過親密的 因為野豬是很兇的 很兇的 會襲擊人的 所以我是不是看卡通片 那些 它真的會一生氣的時候 就出賤 那些是賤豬 那些是賤豬 野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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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亂啊 還有澳洲有段片 很值得你們看的 你們現在看到那些白色的豬 其實他們的祖宗是野豬 就是他們那些是他們的祖宗來的 慢慢純養了 所以變了 攤在那裡 一隻白色的豬 那兩隻牙仔都不需要了 沒有了 沒有了 所以為什麼呢 倒轉 這隻白色的豬 放了牠出野外 變回 現在沒有人養你的了 你變回 就是這樣 很求生其能 你的 譬如家中養的 一隻很乖的一隻寵物狗 你放了牠出去做流浪狗 你覺得牠的天性會不會改變 會 其實因為牠要生存 牠要生存 牠沒有辦法 那在澳洲那段片 你可以看一下 就是家豬變野豬 那些人 剛才剛才說 就是你 想著農場不做了 算了算了 不再什麼了 就開閘 就放了一些白色的豬出去 你自生自滅 哇 牠們短短三年 牠們整班由白色 自己會生出獠牙 變成野豬 一班 哇 很邪惡 突然變成 極速進化 那牠沒有什麼 牠以前有人餵 牠現在出來打架劫石 牠當然要有些行裝 就好像人家包養的男男女女 是嗎 是 現在放了一個猜 沒錯 你現在有些行裝 你才可以生存到 那段片 Discrimination有的 就是這班家豬 突然間在短短三年至五年 那個樣子變成了生出獠牙 連那些毛 原本是白色的 牠會變成中式 牠要掩蓋自己的身份 就是有所有的特徵 特徵 有所有 好了 那接下來 好好的 香港政府都聽聽聽 當野豬太多去侵襲人類的時間 牠們為了得到食物 簡單來說 在湖北的石家莊裏面 上個星期發生了野豬硬廠 農村搶夜市警報 嘩 搶夜市警報 那件事是這樣的 那些野豬太餓 就衝進去農場裏面 就打算大量吃牠的番薯那些東西 那兩個老人家看到這樣 就拿那些棍出來搶牠 你知道 搶一隻豬就很多人都要搶的了 這樣搶的了 為什麼 真的沒有講錯話 為什麼笑著 自從你今早一開始 一開始 唱完那首歌之後 你就覺得我什麼都是壞的 我什麼都是壞的 他們這兩個老人家 然後就拿著那些棍子 打算趕走那幾隻野豬 但是你知不知道那群野豬是怎麼樣 湯馬 不是啊 一群 鑑生把這兩個老人家 Sashimi 吃了 咬牠的面部 上身 全身 扯開 當牠們送入醫院已經嚴重受傷 他們說知不知道 那幫野豬 什麼叫發窮惡 我肚子餓 你這樣趕我走 直接第一個咬一句 這樣就把這三個老人家 完全是怎麼樣 按住在地上 把那些手拉斷 那些其實是很兇的 野豬 你不要看那些 平時你拍的那些片 說去搭地鐵 有些一幫小豬去跟 不要提 你不要當它是豬 不會再有寶貝小豬 那些 千萬不要 他說呢 直接看著他整個口咬 把他整個大拇指吞了 唉 是啊 他看著他扯開 吞了自己的手指整個吞了 人肚餓都可以很恐怖的 何況 人肚餓才恐怖 更恐怖 是嗎 因為他還有腦去想過 豬都可以扯開你 人 整隻吃了你 你有沒有吃過 豬肉乾你吃過 小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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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叫手順街呢 那個叫做手順街 我多喜歡走那條街 多開心 有沒有野豬 豬肉乾的 哪有好吃一點 都是野豬 野豬都挺好吃的 原來野豬 豬肉乾 二選一呢 如果你要 就這樣 野豬 豬肉乾就瘦一點 哦 猜到 豬肉乾就肥一點 兩個都好吃的 也都合理 因為以前香港每一年都被限了數量去殺野豬 不可以讓它繁殖得越來越多 有個獵豬隊的 之前都是一群男人來的 獵豬隊 你知道嗎 我已經猜到你會飄去那邊 我沒有飄 人家是男人 人家有裝備的 那獵豬隊有沒有寫明一定要是男人 但是我看那張老鄉案子的照片 全部男人拿著棍子出來拼豬的 可能她的外形是男人 但其實是女人呢 那我沒有根據考究 我還是看那張老鄉案子的那張獵豬隊的那張照片 一定全部都是男的 獵豬 明明張照片那個有空的 女人 沒可能 女人都可以的 女人都是拿到人的豬走的 對 還是壯丁的豬 這個絕對沒有性別歧視的 男人做到的事 女人都做到 OK 只不過你不是拿著棍子的 更厲害 把手都拿到去 塗手 和我們玩這一家 對不起 算了 好 休息一會回來看 記住香港的野豬問題 真的要好地處理 不能再太多了 但是想一個方法如何處理 嘩 歡迎大家在早上10點 黏著大家的節目 我常常說人生天天學習 我自己都要學習 我記得我在這個節目裡面講過 我是那些品味高 身價低 就是榮遠不知道這個世界 那些事情發生了什麼事 很可能現在 很幸運 就是我有那些叫做識野朋友 就是叫做識野朋友 你有識野朋友高過朋友 和作狀朋友 幾批的 有些是 我很喜歡那些作狀朋友 因為那些作狀朋友教了我很多東西 是啊 大開眼界 他們才做得出的 不是 還有我很喜歡 有時候 譬如我 因為我是叫做窮小孩出身 我不是他們那些叫做 知書識禮 作狀和知書識禮 不要放在一起 通常作狀那一批 都是那些大戶人家出身的 就是他們習慣了 他們從小到大是習慣了這一套的享受 譬如拿酒杯怎麼拿 所有的東西 吃飯的時候那些manner是怎樣 很多時候都是他們學了 那不是作狀 這樣就已經入血了 是啊 他們是生活 他們是生活 是啊 那不算作狀 不是 老老實實 本身是從小到大沒有接觸過這件事情 而是特地去接觸這件事情的時候 不是啊 我認識幾個人 那些不是我的朋友 我只是一個不小心認識了 OK 譬如我是貧民區長大的 那我怎麼會懂得找一條餐巾 拿著大腿去吃飯呢 什麼 不是有得學的嗎 不是 那我小時候家裡沒有教我的 就是這些 我都是跟我的朋友學的 那這些是禮儀和禮貌 禮儀禮貌和manner 是有得學的 小時候不是餐巾擺大腿的 小時候是餐巾擺大腿的 小時候是餐巾擺大腿的 怕整潰那件西裝 那時候一定會撕的 好笑 不是啊 怕整潰那件西裝 怕整潰那件西裝 但是 你問我 有一段時間 我看到有些小孩子 那OK 就是人與人呢 認識呢 你說 我有一次真的 跟一個女明星說 原來我沒有想過 她沒有生我的 因為我真的為她好才說 她又漂亮 又紅 但是我發覺我跟她吃飯呢 她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我兩次跟她吃飯 我都發現了一件事 哇 你知不知道這個動作 人們會覺得你是 沒有禮貌 低下階層出生 就是兩個小動作 就已經知道你的 應該這樣說 出生不好 OK 那我就想了一想 同不跟她說呢 就是她將來有機會 是成為了 就是香港最top的那些 就是頂的那些女明星 這樣會影響到我們香港的影像 不要醜出國際 是啦 是啦 最重要是不要醜出國際 那我決定了之後 好 我就跟她說 欸 誰誰啊 我們出去喝杯飲料 和你聊兩句話 就是出了露台 其實我有兩次吃飯 留意到這件事 我首先 我通常跟別人說這些東西 我就一定加了一句 就是希望你聽完不要生氣 好 我真是想為你 好 師傅笑了 因為我曾經跟她說過這句話 你不是曾經你經常 有些東西想跟你說 但是說了你不要生氣 我覺得你不要再穿這些褲 那些橡筋褲子會越穿越皮 知道啦 不是不是不是 你是愛歌人 你才想叫做 就是你又不是我家人 是不是 這條褲子有沒有問題 這條褲子沒有問題 是啊 因為那條橡筋褲子也是 但是她最好笑的 最可愛是怎樣 我想跟她說些話 但是你不要生氣 沒有機會讓你回答 她正在說的 是啊 你不要生氣 行不行 不讓你回答的 那我那次秤了這個 現在已經一線了 一線了 然後她就說 我想說的東西給你聽 不過你不要生氣 不過就算我講了給你聽 你生氣我都沒有辦法 我都想 我都是要講的了 是啊 我真心是 發自內心想她好 我說第一 你將來有機會飛升國際 你的名字有機會飛升國際 但是我留意到你兩頓飯 我說你很喜歡拿起一雙筷子 第一個動作 我用一隻筷子放進嘴裡選一下 OK 就是選一下這筷子 不知道為什麼喜歡選筷子 我說你職業病嗎 好壞 哎呀哪一款職業啊 我平時不是選筷子 這麼幼的筷子 有什麼職業要選的 兩個兄台 好了 接著呢 我說這個重要的是 你選完之後 我想你已經習慣了自然 你是自己不覺得 你拿起筷子 第一就是選 第二就是夾菜 在底部撩上來 這些一定是家人要教的 這不關個人本質 一定是不準的 這些在家裡已經開始說 我就說我兩次看到 然後你知道他看著我嗎 我正在洗筷子 不是啊 幾燒到 不是啊 我正在洗筷子 然後他竟然 他說 你是不是 嫌棄我 不是不是不是 看不起 他說我剛才這樣 是不是人家看會不好看 哇 他不是不知道 不是啊 他說原來他家人沒有跟他說過 沒有啊 是不是可能全家都有一些什麼 沒有啊 是 其實有時候 我自己都會見到 小朋友有些壞習慣 我一開始是沒有出聲的 為什麼 為什麼呢 我想問了 有時候真的沒有出聲 我慣了 看慣了 但是有時候我會出聲 有時候我都說 哇 我有時候真的受不了 哇這個動作你也做得出 下次出 例如呢 例如呢 我就問那個 那個女孩子 他說 我說你有沒有留意 你有這些小動作 他說 我知道 接著他第二句 為什麼我教他呢 他說 是不是不行的 他很有趣 他反問回我 是不是不行的 我說 老企 如果你在家裡吃飯 你和你家人吃飯 我想你家人是會不介意 但是你出來交際應酬 我說這兩個小動作 覺得你 覺得你 出身寒味 又或者是你家人 殺禮呢 他說了 沒有好好教導你 是啊 基本禮而不認識 是啊 他說 我說第一 通常我們拿起筷子就夾東西的 很少選啊 這筷子的 第一我就算當你是有工筷 你自己私人的筷子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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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他第二件事就告訴我 他說 我說 如果出街吃飯 我分成這樣 不如你不要介意 我說如果你在家裡吃飯 你在家裡吃飯 你是和你家人吃 你喜歡哪一塊 夾哪一塊 是可以的 但是你出街吃飯 但是你很少在底裏撩起那些菜 夾你自己喜歡那一塊 通常 最近自己夾那一塊 是啊 而且軟一碟 這樣就已經不會夾的了 非常無可 那跟著 他問我 他反問我 在這個過程裏面 他沒有生我的 沒有 絕對沒有 他反而是不知道 他說 是不是我見到 譬如我喜歡吃那一塊 都不能夾 我說如果近你就夾得 軟的就不能夾 軟的 你真的在別人那裏 麻煩你啊 子博幫我夾一夾那一塊 你要叫人夾 你不可以反轉別人的餅子 送來夾那一塊 也不會說我夾 譬如我想喜歡吃雞頸的 可以幫我夾一塊 不好意思啊 可不可以幫我夾一塊雞啊 是啊是啊 我都會這樣說 我指定了哪一塊 但是原來我問 原來我過程裏面 這個女生生得很漂亮 很雍容華貴 還要 但是原來他家裡沒有夾過她 所以我沒有 因為他沒有說 我說不如你這樣 你不如戒了這些習慣她 我說你的樣子這麼華麗 這麼漂亮 不要有這些動作 不要 他就不關他女孩子笑 是他爹地媽媽沒有教我 是 所以剛才子博一講 為什麼你不告訴他們 有時候我自己接受到的東西 我就是什麼 就是有些我接受到 但是有些接受不到 有些接受不到 連我兒子都會說過姐姐的 是嗎 是嗎 有的 姐姐好心啊 你吃薯條 你不要一拿出來咬一口 再點第二次汁這樣就咬了 家裡是可以的 我在家裡都會這樣的 我都會這樣的 但是你出街 大家都會點那一匹茄醬 你點完之後 吃完再點 就是很噁心的 我都喜歡點醬吃薯條的 但會在家裡自己吃 是嗎 我拿著一口 其實是在吃醬而已 基本上是醬和薯條是一比一的比例 我為了給我自己有這個習慣 你可以和你的女兒講 我現在都是這樣做的 我就會怎樣呢 我就會外面那些醬 我首先用一個匙羹 筆在我前面的碟裡 我喜歡怎樣點那個鬼事嗎 在我的碟裡 反正那個羹我再筆都可以 因為我阿公 是啊 我繼續有這個習慣 我繼續有薯條點汁吃 薯條點汁吃 我都是這樣的 但是我就沒有點公家那個兜 那他 我相信有人告訴他 不是不讓你做 你怎樣令到你這個習慣 是沒有影響到人 所以我的習慣要開始由心出發 不是我和家人就可以這樣出去 就是這樣 他有時一時不記得的 有時可能幾個女生聊天 大家開心 然後一喝那幾個姐妹就看著你了 其實我覺得是好的 有時 如果你讓他 當然你學會一個很好的方法 你以後去哪個地方 你都用這一套當然好 但是某程度上 你告訴他他不做 當他出去失禮 他以後都會記得的 但是你一定要說他第一次 你一定要說過 但是這樣 但是有時候你說他不代表他會改 是 我知道 譬如我媽媽那些就是說 我現在不告訴你到時 但是你失禮 你要怪媽媽的小孩 是要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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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少數 好像我這樣 我看到之後 我是捉了他一邊 就不在大庭廣眾 我就捉了他一邊 是要陪他過來的 陪我出去喝杯東西 就走到外面 就小聲告訴他 大部分都OK的 大部分都OK的 但是我有一次在電視 整個餐廳的人開拖 打架 兩個女人來的 用紫頭髮 很喜歡紫頭髮的女生打架 是啊 很想知道 而且一定要說試音 為什麼打 OK 就是吃飯 你知道餐廳吃飯 就是大家去 那些菜都放在那裡 就是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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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放那些筷子在那裡 就是這樣 我想有時候 有些看不過眼就會說 喂 你有沒有搞錯啊 你有沒有家教的 其實是講了這句 這句好什麼的 但原來這句 不要亂講 是啊 牽涉到一個家字 就不行了 牽涉到家人了 你知不知道 另外那個突然 是零到一百和 這句說話 原本就是 你有沒有家教的 哪有這樣 其實是這樣的 死大 講中那個 真的沒有家人 真的沒有爹 媽媽大 你知不知道 那個零到一百和 那個是什麼 你說什麼 你說我老母 是站起來的 立刻 會的 你說什麼都行 你說我都行 你說我老母 是不是說我老母 嘩 那次 常常的人 不是 你說髒話罵她老母 更好 你說她沒有家教 其實是說了整個家人 是啊 是啊 嘩 他辣著了 因為你不是說我嘛 你在諷刺我家人 你不是說我家人 不過我都著的 你都著的 是嗎 這句說話很大 是啊 是啊 我都會似頭髮的 你都會 你都會 你看講的是誰 比如有時候 有時候大家口癢 你都知道我們經常亂說24 那如果突然之 說那個人是認真 亂說24 亂說24都不會用這句說話 亂說24 是小生氣 但是如果認真的話 就似頭髮的 那回頭 他說 絲培 陪我裝一碗飯 你明明裝了 有人這樣進你出去 好啊 OK 出來 剛才你這樣 不是那麼好 你會不會舒服點 舒服了 學到東西 代錢 是不是單對單 其實是容易些吸收的 你大庭講 就是你在那麼多人的面前 下他的面子 還要下他的家人的面子 就是通常反桌的 這些 不是 但是叫我出去 不管飯那個椅子 我本身是見到他不順眼的 也是聽不入耳的 都會的 當然了 我要先覺得 你跟我說的東西 我認不認同你是對的 但是譬如你 或者你 你們兩個試一下 中國出去 你一定是為我好 有一個朋友 有時候我失禮了 你想我失禮 人前的時候 你是故意為我好 要出去告訴我 但是有些人 可能我已經不尊重了 那個人已經是 你走來教我做事 你說這件事情 是對的 還是坐你憑什麼 那就會有另一個反效果 我又一次也是這樣的 我有一次 就是我即將要開這宗新聞 就是去喝茶 因為我本身 就不是太多喝茶的人 還有我應該這樣說 我從小到大都是喝水 是的 是的 喝一口茶 先 我們有 你們兩個人 因為我本身是喝水的人 我不是很喝茶的 所以我後期就是有人教我一件事 就是教我 我不喝茶是我自己的 應該這樣說 這個是喜好 喜好來的 是不是 但是我的喜好 不可以影響別人的 他有一次是直接說我 你這麼沒有禮貌 你這麼早到 你不開定茶的 我回答他是什麼 你知不知道他 我不喝茶的 所以我不懂得開 我都不知道你喝哪一款 是否茶有很多種選的 你是不是喝茶那些 吃點心那些喝茶 是的 有香片堡 你都不知道你開什麼 所以我那次 我學習到的 我真的學習到的 就是跟茶有關的 那天原來我早到 那我就要開定位 開定些茶 比如說五個就五個 有五個茶位 是的 是的 如果你是紳士 你不是跟我洗了一杯 是 原來早到那個中國人 所以你也是我認識的 是第二個人是會做這件事 我有個男生朋友都會的 但是我是從來不認識的 這個我是 我上次被人說完之後 我現在是有做的 因為我第一 我自己不喝茶 我真的不喝 我沒有想過喝茶的人 我在我世界裏面 我沒有想過喝茶的人 所以我現在好些了 現在我就是怎樣呢 我去酒樓 我沒有喝茶 我會拿水 拿冰 但是我會多開一壺茶 幫人家的杯子 倒茶下去 倒茶 等他們來到自己 我就幫你叫了 比如寶梨 你們如果喜歡 叫別的就是別的 原來是這樣 但可能有些朋友在那裡 你這麼好禮貌的 你問一下我喝不喝寶梨 你問一下我喝香片 我喝香片 然後就打起來 一個香片和寶梨就打起來 原來這個是中國人的禮貌 我不知道 因為我從小到大都不喝的 所以我不知道這個 叫茶是有一個茶規矩的 茶文化和茶規矩的 我組到那個是要開定位 洗定杯 擺好些位 然後就沖了茶 沖了等他們來 這樣 那我就自己在那裡喝 這樣 因為我很少帶一個刀 哈哈 接著你和那些朋友 說你沒有禮貌那個 你倒茶給他 可不可以做這個動作 有有有 有有 你知不知道這個 這個是 就是一邊倒茶 做這個動作 是什麽的 原因是什麽 原因是相傳以前皇帝 復復出秦那時候的動作 因為以前 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的 其實就是以前 皇帝復復出秦那時候 下江南 下江南 和那些太監一起出去喝茶 就是出去喝茶 接著呢 皇帝他要和那些太監 是大家平起平坐 不然周圍的人看到 就知道 就知道皇帝了 所以 皇帝有一天 就去復復出秦 拿著那個茶壺 就倒茶給那些太監喝 下江南 立刻跪在這裏 即場跪下 唉 喳 喳 說要殺頭 對不起皇帝 那些 然後皇帝說 你不要這樣 接著說 下次呢 我斟茶給你呢 你這樣下跪就行了 用這個動作 就代表跪在這裏 你見到那些人 就通常用兩隻這樣坑那個 有承認到那些 阿伯那些會這樣 這樣 那動作好像下跪 其實是多謝你 是啊 多謝你 其實是 譬如我幫你斟茶 那你點兩點 其實這個動作是 多謝你 是嗎 我會覺得 我常常覺得他們很沒禮貌 這樣做得很大支 不是不是 麻煩你 我會開口說 麻煩師傅這樣 你也可以 但這個就是 慣性的一個 麻煩 我誤解了他們 我常常以為他們 行了 那些大支樣 但他們的樣子 真的是大支樣 不是 大支樣 那些長輩 那些 那些 嘩 我極條禮貌 如果反過來 皇帝是這樣 如果太監 真比皇帝 真的就是這樣 是 是 是 這個 百分百是 直播解釋得很正 這個是中國人 在茶上面的一個禮貌 茶是一個很大的禮貌 茶有些人是專門去日本 去參加一些茶道班 怎樣去洗茶 還有我想告訴你 因為我不喝茶的 我上次跟 康泰的老闆 黃先生 黃士濕 你應該沒有記錯了 應該是黃先生 去到他鄉下潮州 潮州 你知不知道 喝豆腐茶很多禮 是啊 我真是失禮 是的 我唯有就是 我直接跟黃先生說 黃先生 不好意思 因為我從小到大 我家中都沒有喝茶的習慣 我喝水的 所以 茶方面的禮貌 請教你 請教你 因為 我首先講了我不懂 他就逐步 怎樣去暖壺 第一陣是什麼茶 第一陣就是乞衣茶 倒了它 如果你針第一陣茶 就告訴他我給乞衣喝就是你了 這樣 我都會說多謝的 因為我是潮州人來的 你是潮州人來的 每一次回鄉下 喝茶 我們後輩都不敢喝 就是長輩倒了 是 你們是有分的 有分的 有分的 既然你是潮州 又問到這件事情 因為我小時候 認識一個潮州家庭 認識一個潮州家庭 他說不要緊 潮州人習慣的 因為這個潮州的女人 我不知道她喜不喜歡告訴別人 因為我跟她很熟 她是潮州人 我認識一個女人 認識私培這樣 有一天私培叫我去她家吃飯 你很象徵 買東西上去給她的爸爸媽媽 她家帶些禮物 小手信 小手信 這個我認識的 然後就吃飯 開飯 他們整個街頭 坐吧 坐吧 私後坐吧 我就坐 我發覺一件事 我發覺 女人不在 我發覺我朋友沒有出來 女人不在 真的要在廚房吃飯 那些 在第二張桌 男人在那張桌 是啊 然後我很不習慣 因為我只是認識她 我只是認識這個潮州女藝人 你快點坐去女人那台 不是啊 不是啊 然後她的爸爸和她的爺 和她的哥就三個招呼我 OK 然後我真的突然想著走開 那她就問什麼事 我說我自己的裝飯不用 坐都可以了 是啊 阿邊 裝飯 是呀 全部是女傭 整個家人 是啊 那我就開始 不是很習慣 我就 不是啊 我想找哪一個人去聊 你進去吧 我就看見她們 大概六七個女人 我不習慣了 好笑 對不起 我這裡呢 希望潮州人原諒我們 不是潮州人去看這件事 我當時進去廚房裡 我就見到我這個女明星朋友 就拿著個碗 就放了那些菜 在那些爐灶裡 就在那裡聊天 他們在吃 他們在吃 我就說 咦 我說你們在廚房裡吃 是啊 我們在廚房裡吃 我說你們不出來的 我說我們習慣了 沒事的 我說 那我在外面吃 但只有我認識你 是啊 你和我哥和我爸吃 我說你們一直都在廚房裡 你們不出來陪我 我說我們不出來的 我說我們不出來的 我是不習慣的 原來潮州人是這樣的 是啊 很有趣的 你知不知道 他們站在那裡吃 不一定站在那裡吃 可以坐在那裡吃 可以坐在那裡吃 但一定不是和那些男人一起坐 那你現在的女兒在廚房裡吃 當然不是 我們在香港沒有這些 沒有這些 我以為你女兒現在在廚房裡吃 沒有這些 很有趣的 你知不知道 你和兒子在廚房裡吃 哈哈哈哈 我女兒我煮給她吃 哈哈哈哈 你知不知道 很有趣 你這一代沒有這支歌仔唱的 沒有的 沒有的 但是我姐姐很有趣 我姐姐就不知為什麼 還是分途去香港出生 但是都被潮州那種文化分途 是 都是有這一種心態的 就是她會覺得 喂 你以後 你有什麼 你都給了兒子 我說我不會的 兒子女兒都是平等 是 怎麼跟女兒會嫁出去 你這麼有趣 你都做人的女兒 你都在香港出生 你覺得這樣 fair嗎 嗯 她又會覺得OK的 是 為什麼你會這樣 會不會是你爹地媽媽 或者那些家族 那些親戚朋友 演到這樣 因為她就經常 都跟我內地的親戚 有聯絡接觸 是 她比較傳統一點 是 很根深替過那個 潮州人思想 是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奇怪 因為每一年我都回鄉下拜山 就很得意 很精采 之後早 我想分享一下 四五點 我們正常就要搬些東西 上山就準備好那些製品 是 是 就拿著一個淡條 背著兩個大樓 因為我鄉下 就很貴鄉下 好像初階那些 是 然後背著兩個淡條 上山 就設好那些池塘 男人 男人 女人 全部都是女人做的 是揹著一個淡條 是 我說 你這幫男人在喝功夫茶 那些女人全部走去擔擔台台 怎麼搞的 他們負責吃煙和喝茶 不是 是 因為我都曾經面對過 直播那次的問題 真的 原來他們潮州人已經習慣了 我剛才說過 她是一個潮州籍的女明星 是香港人 香港長大的 她都是在廚房吃的 另一個我才拍案叫絕 我就說 真是想聽 就等於紫薄姐姐 這個潮州籍貫 但是她在香港長大的 她是香港很厲害的女強人 她都是手屈一指 她自己在香港做事都做得很厲害 在頂上 是人見到走出來都 什麼姐 什麼姐 是這批來的 做事很厲害 她一回到家裡 她自己會 記住 她的高跟鞋沒有鎖到 她那套的Chanel沒有鎖到 但是她一回家 她就進去家裡之後 她就自己去廚房拿東西 洗東西 她好像入了血一樣 她回家就變了寸姑 是 呂強就變了寸姑 精神分裂 精神分裂 突然很厲害的 我都罵 為什麼回到家裡之後 自己去洗碗 抹東西 拿東西給爸爸 拿東西給哥 她突然變了工人 除了高跟鞋 之後變身 我就想問紫薄 是不是潮州人呢 她有這個入了血的傳統 女人是要服侍男人 應該說鄉下的那些 就是 就是 當男輕女嘛 是啊 是啊 還有 當然你香港出生的那些 不是這樣 香港人長大的那些 不是這樣 但我剛才見 我說兩個 一個潮州籍女明星 和一個潮州籍女強人 都是在香港出生的 所以就是看看她的家族 是不是將那個文化 帶了下來香港 都是用回那一套 是 就是這樣 如果還是用回那一套 那你沒辦法的 所以很好笑的 以前我爸爸 就經常很想 我回大陸 儲老婆的 儲潮州人的嘛 是 儲潮州人的嘛 因為那些是工人 你娶了工人回來 哈哈哈哈 你不用做的 你回來 你不用請工人的 家裡的 他就懂得幫你省錢 是 是 是 你工人不懂幫你省錢 只是會打火頭的 很開心的 儲潮州人 還有他們說 潮州的女性 是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 很困難的 因為我見幾個 不是說客家那些最困難的嗎 潮州困難的 而且不會駁嘴的 是啊 客家那些會的 而且不是 好有趣 我見那個 潮州籍女強人 平時在辦公室 罵人罵得瘋的 回到去 鵪春那樣的 哎呀 那我的朋友 真是幸福 他是客家人 三個哥哥 一個 他是最小的那個女兒 他是家裡的小霸王 哦 客家人可能不同 不是 潮州人 是潮州人 是 嚇到那些哥哥 爸爸那些 連他媽媽都怕了他 這麼厲害 小一點 我第一次聽到 女人這麼兇 在潮州人 通常潮州人 是 男人作主的 是啊 他就是神奇 是啊 他是拿債的 他生我出來拿債 他經常都說這件事 都沒有 很有趣 我常說人生都是天天學習 剛才說的就是喝茶 茶我不擅長的 即將有一件事 都叫天外天 連外國報紙都燈 外國報紙都燈 那你有沒有聽過叫做茶磚 最近有一塊茶磚 就破了這個世界紀錄 究竟怎樣破世界紀錄 稍後回來告訴大家 好了 歡迎大家繼續 在早上10點鐘 我黏著我們大家的節目 剛才說 就是要講茶 講潮州人 其實我們經常覺得 全世界都是很有趣的 有不同的民族 有不同的文化 我會欣賞人文化的 所以我欣賞潮州女人的 潮州女人有一件事 很吃得苦 和看得開 他們覺得沒有東西的 你有時候覺得 不是很公平 不是啊 沒有東西 他們真的第一時間 沒有東西的 沒有東西就好 你眼中覺得不用 不用這樣分開 沒有東西 沒有什麼事 他們沒有覺得不公平 OK 我們不是潮州的人 會不會對女性比較 沒有東西啊沒有東西啊 我們全部都是這樣的 而且回鄉下 看到潮州女人 你見不到她們吃煙的 女人 OK 沒有的 是不是男人才吃 是的 如果去到潮州 你知不知道我姐姐吃煙的 她在鄉下 她不可以通街吃煙的 蛤 因為她吃會怎樣啊 她躲在哪裏吃啊 你躲在哪裏吃啊 躲在哪裏吃啊 躲在哪裏吃啊 公審 躲在那裏裡面 因為我姐姐都有身份地位 就是躲在那裏吃啊 就躲在那裏吃啊 就不可以拜庭講眾 你不要在街上這樣啊 是的 很多人用一些不知什麽 看著 挺有趣的 所以這個世界永遠都有一些 事物是我們永遠不知道的 茶磚呢 我都是聽那些 我第一次見到這個名字的時候 就是看許冠文 許冠文的一套電影 就說她在國內來的 香港做生意的 那些人問她 你拿了什麽值錢的東西啊 很值錢啊 我的背囊 背囊裡面有兩塊餅 有兩塊好像茶餅那樣的東西 很貴的 那我當時就說 蛤 哇 這兩塊餅很多錢的嗎 那她在電影裡面說 你有沒有聽過啊 這些是大紅袍啊 我下來香港 一餅都賣幾百萬了 我兩餅就買一間屋了 這樣 很貴的 我當時心想 這兩餅茶葉 就可以買一間屋的了 這也挺厲害的啊 究竟是電影劇情啊 還是真實呢 後期我開始問了 看完這套許冠明的戲呢 這套戲是許冠明和劉瓦麗做的 我記得 說她在大陸下來 拿著兩個茶餅就可以闖天下 那樣 那樣 慢慢才知道呢 天愛有天啊 原來那些呢 有時候你查譜 就看到一些人一個圓形 是啊 紅當當 或者白色那些 是啊是啊 印了那些字在那些 很貴的 因為你們潮州人很厲害 是不是你們潮州人很厲害 就是知道這些是很值錢的 好東西來的 是很值錢的 說的是一個圓形 是百幾萬的 我不知道 因為我以前住在旺角呢 大家如果我現在說呢 就是現在上了市了 這間 因為以前最先在旺角 在快富街口呢 就有她的店鋪的 就經常有些叔叔呢 就坐在門口那裡 她們一個洞一個洞一個洞 在賣茶葉的 那有個玻璃櫃呢 就有剛才我說的 那些圓形茶餅了 嗯 她們現在上了市了 後來才知道原來 哇 她們原來的資產值這麼高 就是高的意思 就是 她們擁有的資產 那些茶磚 茶餅 茶什麼 是這麼貴的 好像紅酒那樣 買一瓶少一瓶 買一瓶是少一瓶的 是啊 是啊 好了 最近呢 就是連國際傳媒都刊登了 我今早就問了 我說其實多少才是十公斤呢 嗯 十公斤就是多少 就是那個量啊 十公斤 就是 你昨天說的 十支 十支 一點公升那些的可樂 十支 是不是 一支 一支一公升 不是一公斤 一公升 那一公斤有多少呢 一公斤 我不懂的 數學零分那些 OK 我數學有 米 米是怎麼算的 米是幾公斤有 你問我米一公斤我就知道 因為我有時候派米 一包仔 是啊 十公斤就是十包米 是啊 一包仔是小的 因為我經常派米 一公斤一包 有時候呢 為了那些老人家 不用它拿得這麼辛苦 就是那些福米 就是一包包那些 一公斤一包 哦 就是這麼大袋那些呢 五公斤 哦 就是兩包大米 是啊 是啊 兩包大米 就是兩餅東西 是啊 是啊 你平時去超市那些 五公斤的莊米 我們派那些 一包一包一包的 一公斤 那有時候呢 就會 一公升等於一公斤 等於一公斤 好啦 那我們終於都找到 就是那些米 五公斤就是五公斤 就是兩袋五公斤米 就是兩袋五公斤米 劉細番薯 我起碼都找到一個形容詞 就是五公斤米兩袋 OK 好 你覺得是茶葉 這次呢 是國際傳媒刊登的 他們是驚為天人 最近呢 因為你用了半個小時呢 鏡頭之後 創出了今年 全世界的一個 就是叫做茶青 就是成交價 茶青的意思是什麼呢 茶青就是在茶園裏面 採集出來的樹葉 就是葉 茶葉 是青色的 茶青 未經過任何的炒製的 就叫做茶青 創出了這個感受茶磚 十公斤茶青 茶青的紀錄 你覺得十公斤 多少錢 嘩 你剛才說過百萬 幾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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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百萬都要 幾百萬都要 就是 兩袋米幾百萬 就是 未炒的 真是樹葉 就是葉 十公斤 有些人就說 其實 那兩袋 連國際傳媒都看燈 就是拍著那兩袋 一千三百八十幾萬港元 嘩 還是要搶 搶 都過千萬人民幣 一千三百萬 一千三百萬港元 一千零六十八萬人民幣 成交 有 而每沖一壺 用五克茶葉 一壺 你覺得 喝一壺多少錢 喝一壺 用五克茶葉 就是這個 叫做感受茶磚 一壺都過千元 一壺 除了 五克 每一壺 是六千五百港元 一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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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它是有市有價 全部 簡直是說 訂我 我要我要我要 我要我要 我想問一下 因為我從來不喝茶的 我都要向子博 請教 這個潮州人 茶 是不是對你們來說 很重要的一件事 因為我上次和王時深 他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對潮州人來說很重要 很重要的 潮州人真的很重要 對潮州人來說很重要 因為他真的 總之 總之 那些人是日日喝茶的 其實 每一日 你招呼朋友 你自己坐在那裡會喝茶 你招呼朋友 你更加會 拿一些好的茶葉出去 去招呼 但是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養成你 你是潮州人 我當然沒有 你有沒有養成你喝茶的習慣 這是至終算 但是你會不會品茶 你會不會說 譬如有一幫人 你們會約去 我們去喝茶 慢慢聊聊天 會不會 沒有 但是我會充功夫茶的 你認識的 我認識的 你可不可以略略的講解一下 因為這次創出了這個 地球的十公斤這個茶青 就是一千三百萬港元 十公斤 全世界的人說 哇 真的 他說每沖一湖 一湖用多少 用五克來沖 五克就是六千五港元一湖 OK 簡單來說 六千五 就是一湖 一湖 還要是沒有賺你的價錢 如果有茶莊買了 不是私人買 就是 茶莊買了炒 茶莊買了 你要去喝了 就是你要去茶莊喝了 兩萬元一湖 一湖 一湖茶 沖了的就是一湖 兩萬元 OK 我們完全不懂 我們上次不是分享過的 是啊 你都是喝了一杯千多元 不知道是甚麼來的 有些味道 滾水 你是不是覺得是 我 就是我經常跟我說 就是我經常跟別人說 我說你 因為上次Auntie 就約了我在銅鑼灣 鯉院附近的 有間茶莊的就是這樣 就是品茶的地方 我打開 就是你知道Auntie 就是內幕見 這個原來都是禮貌來的 真的 因為我曾經有人教過我 那就是說 如果那一頓飯是人家請你 那你就盡量選一些簡單的東西吃 就是多謝你 就是這樣 那一次我進去茶莊裡 我看看 哇 每一位都算的 茶莊 一位最便宜 我看看 一位最便宜 八百多元 一位計 一位 肉足位 八百多元 然後對上就是一千 一千二 二千 二千 二千四 最貴就是三千六百元 一個人 一個人 然後我就說 算了 我又不太會喝茶 我這些經常都說 最主要是見Auntie 我這些是黑衣口 喝了什麼都不太知道 尤其是茶 是正西人 正西人 我就是這個 OK 那我就選 我知道純粹見一下她 我就選八百元 八百元 八百元是最便宜的 Auntie看到我選了這個之後 她不是很開心 她說不要 她說不要選這個 選一些貴一些 我說Auntie 我很老實的 因為第一 我真的不懂得喝 茶 第二 我真的不懂得喝茶 第二 你給我什麼 對我來說 都 我不懂得喝 因為我不喝熱飲 我純粹來見一下你 對呀 你連熱飲飲飲更麻煩 對呀 第一我不喝熱飲 我說其實我打算見一下你 就放一盒東西 你當是裝飾品 人有我有 裝飾品其實你不需要 我知道你想請我好些 但是因為我真的解釋給你聽 她說哦 你叫貴一些 我不要 真的不要 真的不要 我不想你浪費 我懂得享受 就說 我不懂得享受 就算了 不用開這些給我 我就可以了 我見一下你 很可愛的 我整個下午就是 那幾個東西 不是有幾個 那些果子 那些東西 哇 八百元 所以我真的寧願去酒店 喝個香檳的brunch 不是 你不同的 你每個地方的文化不同 他們吃的東西不同 就是等於你當茶葉 可不可以等於 好像外國的咖啡那樣呢 就是咖啡都有分級數的 有有有有 就是咖啡就是有些 就越小杯 越不加糖 加奶 那些就越貴的 是 其實功夫茶一樣 因為茶也是一樣的 其實茶也不會大大杯 特別值錢 是小小杯的功夫茶 是 小小杯一口 一口喝下去 喝完之後覺得苦澀 喝完之後會甜的 回甘 我想向你學習一件事 你拿著一杯茶 一口喝下去 是不是要含在口裡 不准先把酒喝下去 為什麼 我怕我失禮 這些我不敢問 那也沒有 那也沒有 就是喝 可以喝了去的 喝了去 就是你喝完之後 我永遠不知 習慣拿喝 見鄉下的人 喝完之後 剩下少許的 就倒了去 噢 不喝完的 不喝完的 但是會剩下少許的 就倒在盤上 然後自己用滾水 再拿一六十杯 那些來的 噢 然後喝完之後 你會有回甘的感覺 就是美的那些 你會喝得出 他說每一層不同的味道 是嗎 因為其實很有趣的 它功夫茶 你第一層不喝的 那接著 你沖第二層 沖完之後 你是要用滾水 再錄一錄那個壺 再錄一錄個壺 在表面上 沖一錄個壺 就等它那些 因為它用紫沙茶壺 那錄一錄 等它那些溫度 再鎖回那些茶 在那個壺裏面 很多都有這些學問的 但是有沒有分年份的那些茶 有的有的 尤其是普利 都有的 普利我不知道 因為我在鄉下喝鐵觀音的 至少有人喝鐵觀音多的 那些紫沙茶壺那時候 是炒到 我不知道是不是現在都會很貴 但是有一段時間是瘋癲的 我知道 在國內 是啊 很恐怖 我明白 我對這些 雖然我不好 又或者我不喜歡 但是我剛才的紫寶一說 我有興趣學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 這是人生的一個禮貌 就是我會有一天面對到的 我面對到 雖然我不好 但是我不等於要不知道 所以它在那裡說的時候 我就下次就拿著它 喝了 剩下一點就倒了它 我就要學習這些小技巧 就是叫做蒙騙得人 都是的 正如魚子醬拿去鄉下吃 那些人只會用來拌飯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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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人生我們來學的 我們來好好走一趟 開開心心走一趟 和我們學東西 學東西 齊齊學到 將來最美 現在暫時來說全世界最美的茶葉 就叫做錦秀茶磚 究竟多少錢一壺 就是6500元一壺 就是5克 10公斤的這個 就是10公斤的茶青 即是未炒的 都已經 剛才我再說多一次價錢 13800萬港幣 13800萬港幣 整層樓才得到一包茶 13800萬港幣 剛剛成交還要搶著搶著 他擁有了這個茶的朋友 可以拿出來買 就是5克 實際你給的錢就是6500港元 但是他們茶莊要賣 就是2000元一壺 每壺是賺你15000元的 OK 兩萬元一壺茶 天愛天 這世界記住 厲害厲害 我們專門回來了 有娛樂審死官 娛樂審死官 究竟哪個藝人說真話 哪個藝人說謊 哈哈哈哈 一同一個娛樂審死官 我是這個法庭的審死官 梁思浩 還有我升級陪審員 林子博李斯培開庭 歡迎大家收聽 大家收聽到最後這個環節 就是娛樂審死官 我必須要讚讚這個女藝人 這個女藝人厲害 每次都找到新聞位 就是把自己的名字 放上去娛樂頭條的 是的 讚她的 我是讚她的 做得這行 最重要就是有一些人裏面 你可以在這些人裏面 脫穎而出 你才厲害的 這個才是娛樂圈的 生存之道 是的 應該這樣說 還有記者應該很喜歡她的 她每次都有一些新聞位 是令到你 咦 真是鼓你不到 看不到 鼓你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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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看不到 交到課 是 交到課的 說的是誰呢 馮瑩瑩 厲害的 這個女生真心厲害的 真是 她沒有浪費每一次的Event 她一定可以 有新聞的 她沒有浪費時間 她是少數這五年 這五年裏面 我覺得新一代的藝人裏面 的表表者 好知道自己做什麼 她也都好 亦都知道人家想要什麼 人家想要什麼 給你什麼 給你什麼 應該這樣說 她是我眼中 她很懂得做一個藝人 是的 真的 雖然我沒有見過她 我怕下次見到她 她還是跟我說這個 我也有點害怕 她說我 這麼難得見到儀式偶像 當然要合照 她有多少個偶像 不知道 看看當日見到什麼 是的 她好像這個 不是第一次說的 見到偶像 是的 她小時候都很忙 追了很多星 你有沒有時間讀書 OK 所以今天 娛樂頭條裏面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女花蛋 加逢瑩 已經成為了娛樂頭條 是的 她就一句說 我兒時很喜歡她的 難得見到偶像 當然要合照 OK 未開這一個是誰 我不知道 就是直播 我們小時候看電視大 我們都有我們的偶像 你私陪 我不知道 我從小看得到你戴 你也是我的偶像 謝謝你 城市故事 登登登登登 多謝 有沒有看護雞跌眼鏡 你看完我之後 當然看郭富城 因為我都很多偶像 我一天一個 我今天喜歡你 我明天喜歡尹龍 後天喜歡黃佑華 當然 是的 是的 我在TVB的時候 我都沒有空 我每次看到咬咬的時候 我都沒有用心去工作 因為我看到我心都很昏迷 OK 那現在喜歡誰 你兩個 是的 你絕對有紅營營的風格 我是不是馬上學到東西 沒錯 看一個愛一個 當然 加藤英喜歡不喜歡 加藤英暫時未領略到我做 哈哈哈哈 吸引我的地方 OK 我小時候都有偶像的 但是你知道 入了TVB之後 你是很容易見到電視機的人 因為那些 是的 走出來的 那些由你小時候看電視 他會變成你的同事 是的 但是這個感覺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挺有趣的 你說我第一次 因為我沒有讀訓練班 我又上星期還在看電視 下星期已經做電視了 就是在這個轉接裏面 我其實是有點不習慣的 因為它緩衝到 還沒緩衝到 真的還沒緩衝到 是嗎 是嗎 總之轉堂弄電視了 可能會好些 因為電視機對我們來說 還有所有的人 都會在你眼中的那些 走來走去 就是你進到電視城 全部的人是走來走去的 是的 你這個明星吃飯 原來他認識 他會睡覺的 是的 原來他是他 你快點化妝先 不認得 還有我一生人 我有一次是 我不能忘記的 就是那個偶像來找我 那個偶像是自己來找我 我是 我張開眼睛之後 糟了 這個是我小時候很喜歡的明星 他實在太漂亮了 為什麼他會來找我呢 我就很戰戰兢兢去 面對這個我小時候看電視的姐姐 接著他第一句就說 我兩個兒子很喜歡你的 你可不可以跟他拍張照 和簽個名字給他 我是 我是其實 我知道我第一時間告訴你 我小時候都很喜歡你的 我說你所有的電視劇 我是看完的 哇 你沒有說嗎 我有跟他講 你知不知道這句話是得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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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小時候 你講一次很小時候 你再講一次吧 那我說的那邊呢 我今天都跟她是朋友來的 那個就是趙雅之 好漂亮 噢 以天屠龍記 沒錯 我從看以天屠龍記的周紫若 直至到這個的楚流香裏面 全部 上海灘的澎澎 上海灘的馮澎澎 我小時候還要用紙皮做完的圓月彎刀 我全部數得出的 我第一次看到趙雅之 知姐那時候 我說你知不知道我小時候 真的看你 我覺得你很漂亮 第二就是 你從做成風破浪的時候 我已經看你了 我沒有想過你帶你兩個兒子來 你兩個兒子很喜歡我 我那一刻是 原來一個世代和下一個世代和下一個世代已經不同了 對 對 等於陳奕迅有一天說 我真的做夢都沒有想過 我的女兒 要我拖她去見那個人 接著她 陳奕迅一定很疼她的女兒的 對 那個是你的女兒來的 等於林子博 你的兒子要求什麼 要求我帶她去給小波子和她抹照 對 你都要做的 我都要做的 我都要做的 你硬著頭皮都要做的 你硬著頭皮都要做的 等於陳奕迅說 你知不知道我這個女兒 要求我帶 她又不當她的爸爸是天王巨星 她只是當她的爸爸是天王巨星 你呢 可不可以帶我去見誰 周杰倫 接著她好笑 你知不知道人家很欣賞你爸爸 不信啊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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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王經常回到家沒有了地位 沒有了 沒有了 你要記住 你在外面有神而已 在家裡連人都不如 那次我聽到陳奕迅說 她說有沒有搞錯 我都知道是誰 她的女兒 要求她帶她見 吳奕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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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分鐘就是 曾經有個提述 吳奕迅 真是搞幾個 是呀 她說吳奕迅的偶像就是陳奕迅 竟然我女兒喜歡我的粉絲 好尷尬 是呀 這件事是一個世代和另一個世代 是 就是等於一樣 就是等於當年 趙雅芝姐姐 湊著兩個小朋友進來 找我 她說我兩個兒子想找你簽名和影相 我第一眼就說 我知姐知姐 你知不知道呢 我說我小時候很喜歡你 等於什麼兒子就是這樣 那兩個兒子沒有辦法的 她一定是要照顧滿足她兒子的要求 這個是她兒子的要求 無論你是多大的 都是一樣的 都是要的 OK 剛才你不是說這樣隔一代隔一代這樣的 Bobby厲害 Bobby是我朋友的兒子只有13歲 他說很喜歡歐陽振華哥哥 是呀 你就找他簽名 是呀 劇情那邊是幾代都喜歡的 你要經歷 你要經歷 是啊 經歷 經歷歲月 經歷了所有事情 那天一家三口三袋都在聽 都是呀 我們去酒店午餐 然後無端端 我們出去曬一曬太陽 無端端露天那個位 有Daddy媽咪 Daddy媽咪在中間那一代 有公公婆婆 跟著還有孫 但是孫都十幾的了 跟著又是在聽她的節目 跟著媽咪和公公婆婆 又在聽她的節目 三代都在聽她的節目 三代 香港的 香港 我們在酒店裡 走出去 打算呼吸一下 新鮮的空氣 吸收一下維他命 這樣 我擔心 他這麼小時候 聽我們這個節目 我們講的這麼惨戒 對 對的了 讓她知道這個世界有多黑暗 有識笑話 對的了 學定 現在他們認識的比我們更多 我們算是OK的了 我想告訴你 你兒子幾歲 十一 十六 女十六 你猜她看過鹹片沒有 當然看過了 當然 你不要當小朋友 你知道現在的人 你可能說 妹妹 我真的這樣跟她說 妹妹 我說你都聽我做節目 我說話很壞 不是啊 不是她說 你都說都不到肉 想到 可不可以不要就著就著 那個妹妹 你知道跟我說什麼 我以為我自己說話太壞了 我說妹妹 你這個年紀都聽 妹妹學壞 不是吧 還沒到肉 是 嫌我不夠入 不是啊 妹妹 其實這裡也有很多長輩 是的 有時免得嚇傷 還有放這個集給我們三個 後果不堪設想 所以很有趣 你的感覺就是 好了 這次馮瑩瑩 厲害 昨天前例就是香港小姐 全球招募計劃 那麽就 那麽就 馮瑩瑩第一時間 就抱著一個香港小姐 哎呀 她又遇到 多一個偶像 好幸福啊 她 她每次都有偶像 對 很開心 那麽她就抱著一個 就說 哇 我很喜歡你的 我小時候看電影 我很喜歡你的 我今天能夠跟偶像合照 是我很開心的事 那個是向海男 哦 她看著向海帶? 我想都應該 我想她出席的活動之前 就立刻上Google 搜尋完了 我這樣說有沒有事 她搜尋完了 那她說就是向海男 那家人就問了 因為向海男出席這個TVB 這個是全球的香港小姐 競選的招待會 那她說就是 是啊 那這件事不得不讚這個馮瑩瑩 她當時跟記者說 我今天很興奮 我今天很興奮 不過其實馮瑩瑩一天都很興奮 看到記者走 她說 她每一次的工作是沒有白貴的 是 沒錯 這件事我要讚她的 是很漂亮的 她說我今天看到我小時候的偶像 很興奮 我簡直是一個小粉絲 你知道我當時我多害羞 我很害怕 我害怕 我看到偶像 我看到向海男 你知道她的毛頭冬公 和這個楊貴妃 我小時候已經想過和她合照 真是夢想成真 給我看看她兩個 毛頭冬公她幾歲 那時候真的很想知道 毛頭冬公應該有沒有二十歲 我想她十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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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頭冬公都有一段日子 好像向海的樣子比較害怕 比較緊張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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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n她比較緊張 是啊 難得我看到你偶像 是向海男 都幾漂亮 是啊 向海男最近梳了頭髮 梳了齊陰頭 不是 我說另外那個 不是 兩個都漂亮 哇 好厲害 香港小姐來的 兩個都是 是冠軍 兩個都是冠軍 你記不記得我第一次看到向海男 我們一起吃飯的時候 為什麼我只有你一個香港小姐 全香港的身份證都是香港小姐 我想問一下 我想問一件事 既然馮妍已經說了 看到她的偶像向海男 她們兩個都是香港小姐 你女兒有沒有想過參加香港小姐 沒有 為什麼呢 我想問一下 這些不是所有小女兒的夢想來的嗎 其實她一直以來都想 每一年的我的志願 都是想做藝術的 將來 然後呢 但是你有沒有教她一件事 你做一個藝人 你如果慢慢爬上去 跟你拿到香港小姐冠軍呢 那條路是近很多的 是 我有跟她說 其實呢 我還沒跟她說之前 我問她 我說你會不會參加香港小姐 不會 為什麼呢 然後我為什麼要參加呢 我說因為那條路好走一些 就是一出來有機會做主角 不是主角都配過 是呀是呀是呀 不會比太差的 你做了 然後我說不會 我說為什麼呢 我想做演員 我為什麼要穿泳衣給別人看 我喜歡做戲 跟我小時候想過的想法是一樣的 原來她們最過不了是泳衣那一架 嗯 但是你平時你女兒游泳 穿不穿泳衣呢 一件頭 穿一件頭 是嗎 那如果穿怪一件頭 就很難接受到自己三點式的 又不是呀 那時候也是很介意的 我記得我那時候訓練班 那時候誰叫我立刻退出訓練班 你立刻退參加香港 不要浪費時間 是 誰啊 受估 黃橫手 你聽她說 是呀 然後我心想這麼有趣的 黃橫手貼碼很準的 哈哈哈哈 她選那個鐵馬 是呀 她不是選伴侶 不是 是呀 然後我就想這麼大 我也是說不行 我不可以穿泳衣 跟著又是不斷穿 是呀 所以其實就是 我覺得現在她可能更小 到她長大 她對自己有自信了 她開始穿比基尼了 才再問她可能會有另一個答案 是呀 不得不承認 參加香港小姐也好 或者亞洲小姐也好 是我們過往 我們見譬如 你是一個很大的踏腳石來的 因為 有時候你參加那些 就是跟我先生一樣 比賽 她沒有理由叫冠軍 或者沒有理由叫亞軍 去做二打六的 真的 因為她面對不到下一屆 那些人怎麼叫她參加 因為 有些人問我 就是我就鼓勵我那些的 uncle auntie的子女 去參加 就是香港小姐 亞洲小姐 香港先生 亞洲先生 我說這個很有趣的 我的分析 是一間公司 不能對這個的比賽 因為是 就是 跟訓練班掛勾 是 她一定要給你機會 因為她不給你機會 是怎樣 她第二天沒有人參加的 我明白 但是 譬如我在TVB 由訓練班 一直到我出去拍電影 再到回大陸 譬如我看 和我差不多 同年期進去TVB的 港姐也好 訓練班也好 其實你選到就是 選到永遠只有三名 我多給你友誼小姐 是的 總有一堆是沒有 但是又做了演員 你有一件事沒得吵的 如果你選到 我給你了事情 你不行 你沒得說我 但是 你說你真是 如果這麼幸運 是頭三名 當然是一個 很好的踏腳石 像你說的 你就真是馬上跳級 跳得很快 省了很多時間 因為 那些人已經認識了你 但是 選不到的那些 其實有時候 是比訓練班更差的 第一 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 訓練班 它是由上學 到實習 接著一路做小演員 接著可能是這樣 一路這樣上 你沒有這麼大的心理壓力 當你選美的時候 那兩三個月裡面 一日報紙都見到你 每個人都知道你是幾號 我們訓練班出來 在後面做個丫鬟 或者做同事 我們不會覺得 哎呀不好意思 尷尬 那些人不會認得我呢 我們是同學來的 但是他們就會很尷尬 如果一個不覺得 如果他是大熱 是的 我明白 私培講什麼 是的 私培講了一個心態 就是你選完港者 你沒有贏 你輸了 你要回去做KFA的時候 你要醒了 你要調教你的心態 是的 我今天我選不到 我就是KFA 你要調教到 因為我們演得不好 好像是理所當然這樣的 因為有時候都不是說 每個人都是這麼兇的 那些導演或者PA 他就說 喂同學生同學生 你要站那些 不要妨礙那邊那邊的光 這樣 一來到 我不認得你是梁思浩 我都記得你是17號 明白明白 是啊 但是你說歷界裏面 既然今天講香港小姐 就是 馮瑩瑩 簡直是 很開心地見到向海南 你知道歷界裏面 有一個是輸了 而成就 比所有拿獎的香港小姐 第一個 是一個 豆豆 是嗎 優淑貞 優淑貞好像是退選 是啊 她退選 是啊 我講的是輸了 就是比賽輸了 沒有1、2、3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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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城寨 是歷界香港小姐 最大成就的大輸家 但是演藝方面很厲害 很厲害 那個就是鍾楚紅 是嗎 她有選過的 她當然是第一屆香港小姐 我簡直沒有印象 是啊 她是第一屆香港小姐 第一屆 朱玲玲 那屆 是啊 你有什麼這麼奇怪 第一屆 是第一屆 那是那個年代的嗎 趙雅芝也是第一屆 我知道 OK 我還聯想到那些年代 都是美姐姐 怎樣啊 中楚紅不是年輕很多的嗎 中楚紅 第一屆 有個歲月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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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她是隔了幾年之後 她的知名度才被我們認知 而那些就一早已經認識了 所以我們覺得她當她是新人 是 所以你們很多人不知道她是香港小姐 她是落選香港小姐 嗯 你說你選美有很多人 後期很有趣 後期因為有一幫姐姐 你知道她們有衛兒瓦雜的 她就不讓我們用落選香港小姐去形容她們 噢 叫做什麼 就是覺得扁了 你覺得有沒有扁到先 我們有請落選香港小姐 李絲培有沒有扁到 根本就不會出言語 我想問一下 不會用落選的 很難聽的 不用邀請我了 落選是難聽的 當然 但是真的是落選的 你沒有贏就是叫落選 你可以說我是1995年的香港小姐 第幾屆香港小姐 是啊 第幾屆香港小姐 一定是說冠軍的 那如果是冠軍那些 你前面就加上冠軍向海南 那就可以了 貴軍梁小兵那就可以了 衛兒瓦雜不是個個冠軍的 是啊 日圓不是只有幾丁油 是啊 她有很多人不所做事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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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衛兒瓦雜是歷界香港小姐 叫做歷界 雖然都已經很多界 但是人生都是不熟的 歷界 是啊 那我想問一下 你們怎麼去形容那些 就是拿不到獎的香港小姐 我覺得主播那個很好啊 譬如第幾屆的什麼什麼的就可以了 是啊 第32屆的梁B號 是啊 那接著就是 就不要說她有沒有獎了 是啊 哦 那用不算 你冠軍亞軍那些 人家真的有個銜頭在那裡 你就給它 落選那些你就只要講第幾屆 你說要選拿什麼冠軍亞軍貴 那些都是講那兩年 那些人說著在嘴上邊 都是那兩三年的事情而已 是 你選到到你出來做事 都是兩三年 之後一屆一屆後浪蓋前浪 一屆一屆 然後你已經沒有人 所以有些 其實很多人已經忘記了 所以很有趣的 你知道嗎 只要你的成就 你的成就大概是香港小姐的名銜 香港小姐是一個名銜來的 OK 那你就會不用香港小姐 就會用了另一個的 影后沒有?中蔡紅 有沒有影后過? 他們是這樣計的 張萬鈺從來是不講香港小姐的 就是影后張萬鈺的 是啊 多屆影后簽名人多厲害 是啊 是啊 他就再沒有提它是 香港小姐的第幾名 因為你的銜頭通常拿到最大的 那個來計的 所以通常形容張萬鈺 就是用影后張萬鈺 就很少說香港小姐張萬鈺 哪位啊 是啊 或者 是啊 是啊 你不得了 你現在問內地的人 問他知不知道張萬鈺 OK 我們看到了 講者他都不知道 是啊 還有什麼事的 中蔡紅是1979年的參選佳麗 那鄭文雅下面那次是 當年是鄭文雅冠軍 中蔡紅 不是朱寧玲 朱寧玲是比較厚的 所以他就調查 朱寧玲是比較厚的 經常看歷史書 你 鄭文雅現在 你問我三國演義那些 1979年 鄭文雅現在去打高爾夫球教練 是啊 是啊 這麼小 所以很有趣 你問我 如果這個成就比香港小姐大 你通常 鍾楚紅現在很少會形容她香港小姐 人家是紅星 電影明星 是啊 紅星 因為她已經大了就不用了 她就紅到叫紅姑 你已經知道她是誰 但是還有一個都不用的 我也是知道她是香港小姐出身的 就是趙雅芝 你現在有多少學 會有趙雅芝前 沒加過香港小姐三個字 不會啊 也是啊 用得了這個字 紅到 不用一定要標籤為香港小姐 除非那個人 是選完香港小姐之後 從來沒有在娛樂圈裡 做任何的演出 繼續用香港小姐 都是第一個 不是 都有的 有一些有見出過 但是接著她 她永遠都要拿著 我是香港小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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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